如果我们自己修禅定 主要知道 修禅定是佛法里面一个总的概念 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这个方法门禁修什么呢 统统修禅定 主要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说只有禅宗修禅定 那就错了 只要是佛法都是修禅定 在用的不同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 我们现在用持明念佛的方法修禅定 方法不同 得到的禅定是一样的 是一种事情 禅定在本经的经体上 三个大的层次 第一个是亲近 禅定是亲近性 亲近性里面决定没有任务 这是第一个禅定 第二个 这个功夫更深了 平等性 菩萨所得到的 亲近性是阿罗汉所得到的 最高的证据 那是佛所得到的 究竟圆满的成定 我们是用念佛这个方法 念佛一定 要把妄想分别执着都念掉 这个念佛功夫算成就了 那我们今天念的是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这里都是双重意思 一个是自己的功夫 一个是佛的力量加持你 阿弥陀佛帮助你 阿弥陀佛